哈喽,我是女模特 好长时间没更新了 很多网友关心我是不是回去相亲,结婚,生孩子去了 没有哈,前段时间东北结束之后呢 就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去北京办了一个签证 但是签证的结果是拒签了 因为我没有结婚 办完签证之后呢,就来到了云南 是带着我妈一起来的 我妈在睡觉呢 带我妈过来旅游哈 我们到云南也有一个礼拜了吧 视频一直也没有拍,也没有更新 主要出自于我自己的心理障碍 好多网友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叫女模头 听起来怪唬人的是吧 为什么要叫女模头呢 可能老粉知道,但是新粉丝不知道 我之前名字叫逍遥女模头 模呢是摩托车的模 后边有段时间冬天开车嘛 因为冬天骑摩托车能去的地方比较少 前年过年吧 前年过年开了几天车 拍了几个视频 被网友骂的特别惨 因为很多网友关注我 是因为我骑摩托车 才关注的我 然后 我一开车大家就有些接受不了了 就被骂的特别惨 你不骑摩托车了你叫什么女模头 然后一怒之下 我把摩托车的模改成了魔鬼的模 就有了逍遥女模头 这个唬人的名字哈 这一次出来呢是带着我妈开车出来的 没有骑摩托车 毕竟带着父母 骑摩托车的话不是很方便 而且父母的话太遭罪了 骑摩托车 就开车尽量让他舒服一点 出来也有一个礼拜了 一直没有拍视频 我在纠结要不要拍 最近后台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 问你为什么不更新 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还是继续把 日常生活Vlog拍起来 最近在云南这边 找到了挺多好玩的东西 好玩的地方 哇云南这个地方真的是个挺宝藏的地方啊 云南省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省份 就是它每一个区 每一个市 它的气候啊 它的人文呀 都不一样 因为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 这两天是在红河的河口 这两天刚好赶上 他们这边60周年的县庆 然后还有盘王节 长街宴 然后这边 云南的各旧 离这边很近 我都想去看一看 接下来呢 把这些好玩的内容 还是分享给大家 这一次带我妈出来 是我开车从老家到昆明 然后给我妈买的机票 因为从我老家到昆明 开车的话要开两三天 她坐车的话太遭罪了 坐车得坐两三天 给她买了张机票 然后我是在昆明接的她 我们从昆明到玉西 然后到建水 这是第四站 红河河口 接下来呢 还会带她去西双版纳 丽江大理转一圈 然后再把她送回老家 把她送回老家之后呢 我会继续骑着我的摩托车 出国 应该会去一下 东南亚的老挝 这就是年底的一个计划吧 好了视频的最后 把前几天拍的一些风景 分享给大家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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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